澳洲静宗学院学习 有一起参与科学家研究轮回转世的课题 是科学家研究的 他们观察到一个现象 一个人生出来有胎记 它前世是什么原因 比方说它被人家打 这个地方打得很严重 打死了 那身体坏了 人有灵性 孔子说精气为物 由魂为变 这身体是工具 坏了再换一个工具 但是它的意念很强 这里很不舒服 像由心生 生出来就有胎记 有些人天生就怕水 你让他到游泳池练游泳 吓得一身冷汗 奇怪了 别人不怕 为什么他怕得要死 了解到前世溺水死的 所以就很恐惧水 所以人的灵魂不会死 但是它会产生一个很深的印象 心理的作用就会影响 谈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什么事情很恐惧的 放下吧 那都是过去了 不要再折磨自己 是吧 还是你这一生 想到什么事 就气得发抖 那就是自己讨苦吃 都已经过去了 后到包容 宽恕 宽恕了别人 也是解救了自己 好久不见了 太阳了 好久不见了